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很久以前有一位美國神父 在臺南成立了一個藝術中心 跟臺南當地的年輕人一起交流 現代藝術還有戲劇 從剛開始摸索到現在 他們已經是南臺灣最有規模的 臺南人劇團 最近他們在臺北水源劇場 連續演出一個半月 有經典作品哈姆雷 游泳池 美水 和浪跡天涯三部作品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總監呂博生 跟我們分享這些精彩好戲 總監您好 慧琳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講到會有三出很重要的作品 我們先來聊浪跡天涯好不好 好 它是1979年 一個美國劇作家叫Martin Sherman 他寫了一個劇本 這個劇本當年演出的時候 很快就提名了所謂的 美國戲劇的Tony Award Donny獎 然後還有 還有普利茲獎 那原因是因為 劇作家在這個劇本裡面挖掘了 納粹時期對於所謂的 同志的迫害 那這段歷史其實很少人在談 因為我們對於納粹時期 都是在談猶太人怎麼樣被迫害 被毒殺 被虐待 很少人在談同志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這個劇本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開始對這件事情 提出了他們的關注 對 開始引起討論 對 甚至是當時納粹集中營裡面 如果你是同志的話 你的制服上面會秀一個粉三角 粉紅色的三角形 對 就代表 那據說就是粉三角 你如果戴粉三角是最爛的 甚至比猶太人戴黃欣欣 還要爛 給你一個階級這樣 徹底的騎士同志 所以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浪跡天涯的故事內容好不好 其實簡單的說 浪跡天涯就是有一個主角叫Max 那他其實是一個我們就說富二代 但是在1930年代那樣柏林的環境裡面 就是你不知道明日在哪裡 所以他每天就是飲酒作樂 然後跟他的男朋友 然後就是然後就每天就嗑藥 每天就到酒吧去玩耍 日子過的是舒適的 舒適的 但是心裡面是苦悶的 因為他看不到未來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有一天 他們兩個人就去酒吧 他只要喝了酒之後 他要灌他酒 他只要喝醉酒就會很慘這樣子 就會大鬧 然後會忘記他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那天就是帶了一個男人 那這個男人是一個突擊隊的一個兵 就帶他一起回家過夜 結果沒想到當天晚上 希特勒因為他要整肅議己 他就把突擊隊的這些所謂的頭目 全部用他們都是同志的罪名 然後就逮捕 然後槍殺 所以他們帶回來的那個突擊兵 也是一個同志嘛 所以他們就跑到這個Max的家 然後就槍殺他 那Max就帶著他的男朋友Rudy 他們就開始展開逃亡這樣子 就是無端被捲入了這件事 對 無端被捲入 然後因為 然後就開始納粹也要逮捕他們 所以他們就逃了兩三年 然後居無定所 然後最後還是不幸的被納粹抓到之後 然後在被送往集中營的火車上面 他的男朋友Rudy 就被納粹士兵活活地虐待 然後也要求這個Max說 你認識他嗎 你如果不認識他的話 打他 揍他 然後因為Max為了要生存下去 我覺得有點像是 文化大革命的時期 你面對你很自欽的親人 或者是師長 你為了要活下去 你只能背叛他們這樣 所以Max就背叛他的男朋友 所以他就在納粹士兵的眼裡 眼下就把他的男朋友打死了 這樣 然後後來他到了集中營之後 他碰到了另外一個所謂的同志 他叫Horst 然後這個Horst知道 因為他們在火車站 火車上面就相遇了 所以就日久生起 然後他們在集中營裡面就 就這個Horst一直在逼迫這個Max 你為什麼要騙大家說你是猶太人 你明明就是一個同事 你應該要戴粉三角 然後Horst也對他表白他的愛 我對你的愛 可是Max就會說 你不要愛我 我不要你愛我 愛我的人都很慘 這樣子 就像那個屋頂一樣 這麼難過的過去 所以他那一直到最後面 Horst又被猶太人 就是當場槍殺了 然後Max目睹這一刻的時候 他才真正的有勇氣去承認 我真的是同志 然後他認同他自己的 他承認的愛 他也認同他自己 所以大概的故事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這是一個好揪心的故事 Max是蔡博章演 然後Horst是魏俊展演 他們兩位演完之後 應該也是很很久很久才能夠平復那個 對其實有一次在排練場 就是在排練場的時候 然後我在旁邊看的時候 其實是很很很不忍的 就是他們演完的時候 然後兩個就默默走到旁邊 然後去擦眼淚 然後去需要一個時間去哭蕩 以前我們都排完一個戲 做導演就說來集合 然後要給筆記了 可是那個戲只要一排完的時候 不能馬上做這件事情 一定要讓他們兩個人心情去緩和一下 那因為我比較幸運因為我是藝術總監 所以有時候演出我會在後台 然後後台的時候一樣 就是後台有 因為有好幾景 蔡博章或俊展演完之後 都是因為他們都有眼淚都哭著下來 所以大家都會在後台 就比較相對就會比較安靜 也不會去打擾他們 就會給他們一個空間這樣 因為怎麼不會他在哭 你就過去不要哭 不要哭 不可能這樣 就是會給演員這樣的空間 是 好我們其實之前有去拍彩拍 是 有一段很精彩的片段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好 媽的你願意搬沙包 你不要站在這裡 休息個屁 這裡是他們想好的 想什麼 想要把我們逼瘋 拜託不要亂想好不好 好 來笑一個 你沒有笑 你又看不到 我感覺得到 如果能夠看著你就好 我 我一整個早上都在看你 真的 你很性感 我 對你一浮濕透的樣子 你才怪 少來你知道你很性感 沒有 騙子 你想要吧 對 我也想要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可以不用 什麼 不用光是用想的 我們現在在一起 我們可以不用光是用想的 我們看不到對方 連碰都碰不到 可以感覺 感覺什麼 感覺彼此 是嗎 火 Safari 火 arg 小小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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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哪里做的 老师这段真的好震撼 老师刚刚还跟我解释了这个手势 对这个手势是 因为那个君展颜这个角色 他要跟蔡博彰告白我爱你 所以他每天看到她的时候就会 只要经过他就故意摸一下他的左眉 就代表我爱你这样子 是这边 摸左边这样子 然后他刚刚那一处 那个场景是他要死之前的 对 他最后他死之前 也最后做了这个动作 每次在剧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真的会感觉到 我自己有一次真的也差一点 就觉得控制不住这样 然后强忍下去 觉得就是很心酸 是 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么的难这样 他真的颠覆了一些 我们对于传统戏剧写作的方式 如果你去读游泳池没水 这个剧本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天哪 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它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一篇诗 一篇很长很长的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